網購越來越普遍 收集用戶數據、體驗等的大數據分析 再應用在商譯推廣 不少人都看好大數據產業的前景和潛力 有網上直播商家更加行前一大步 直接作大數據來吸引買家消費 看看如何付100多元 就可以營造出千人收睇直播的壯觀場面 內地近年興起直播大貨 有多威脅呢? 有直播大貨的觀看人次過億 甚至聲稱可以在短短幾個小時內 達到數以億計的生意額 內地澎湃新聞近日揭發 不少直播平台的觀眾數字 甚至是產品銷量 全部可以給錢買回來 記者給了100元 這個原本只有30人看的直播 突然增加到1000人 不過按進去觀眾列表仔細看 這1000人全部是匿名的 如果想真實些顯示用戶名 就要加碼給多35元 嫌1000個觀眾太少 想加到1萬個 給了錢眨下眼就有 除了收睇人數 想做一個成功的大貨網紅 產品銷量都是關鍵 給30元 這個顯示用戶正購買的標示 就會一直出現 直到直播結束 甚至可以增加銷量數字 營造產品受歡迎的假象 不過要成為人氣主播 除了數字好看 都要跟其他用戶互動下 這些互動同樣明馬實價買得到 價錢也貴很多 看一下現在我的系統 全部進到直播間裡去了 然後我這邊可以選擇 封點屏幕 對吧 封點屏幕 然後後面它就會一直去 執行這個點 點屏 點讚 來 你看一下 就會自動地去做一個 點心的一個動作 全部都是自動的 給like 打相 甚至是留些甚麼留言 全部靠一個系統就可以操控 要這樣控制15000部電話 剩餘20萬 浙江金華公安上個月 拘捕了一個男人 發現他製作這些偽造數據軟件 一年內賺了270多萬 有多少直播主播的人氣 是這樣買回來就不知道 但可以肯定的是 不少溫望紅大貨的商家 就是因為不信這些假數據 虧了幾萬到十幾萬的代言費之餘 貨又賣不出去 市場監管局近日表示 會依法查處這類不正當的競爭行為 又說要維護線上經濟競爭秩序 包括盜絕虛報人氣 偽造評價和銷糧等 潮流輕體直播推銷 覺得可以和賣家多些互動 當見到有大量網民收睇 讚好 甚至是搶救貨品 就真的要停一停想一想 當中有多少是真的呢 龍虛作戒的確要監管單切機 不要管得太死 一刀切打擊 可能會影響業界多元發展 形成新的壟斷